在这个冰天雪地中 我们终于做好了第一个房子 虽然说这个房子并不是特别的美观 但是绝对可以帮我们抵御残酷的暴风雪 南瓜在线下已经把家完全都搬过来了 我们这个房子分为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呢 这边是一个种植区 这边可以种些蔬菜 还有水果 这个能量台也是在的 然后这个房间呢 就是一个工作区 我们日常烧矿物 还有存放东西睡觉的一个地方 这边有很多石箱子 都是我们从这个地下葱庄里面搜挂来的 这边还有些铜罐 这边呢就是工作台 灶台还有晾干架什么的 这边是一个烧铁的炊炉炉 然后这边呢是我们吃饭的东西啊 对了 这边呢无限水我们同样做好了啊 坐在了这个地板的下边 我们可以打上水 但是不会把水露出来 这样做还是特别美观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搬家 就算是找到了地下葱庄 但是一直没有探索啊 所以我们这一期先把这个地下葱庄探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天已经黑了 大哥们下去吧 一会儿被僵尸跳下来把你感染了 只要一个村民被感染 那么整个村庄全部都完蛋了 不过这个村庄里边好像是有铁傀儡的啊 看一下 哦有铁傀儡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来搞些铁吧 铁对我们来说现在还是特别重要的 来吧来吧 给铁哥理一个头啊 铁哥的头发太长了 不用谢不用谢啊铁哥 哎 不过铁哥好像没有给我报仇 哎铁定呢兄弟们 这个游戏里边铁傀儡不掉铁定 那这个铁傀儡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打了啊 让他们保护村庄吧 我们现在先来搜刮一下啊 这边有一个很黑的地方 而且还被栅栏伪造 我觉得这个地方里边要不然就有宝箱 要不然就有怪物 进去看一下 哦 这边有半线沟 难道说这边有什么陷阱吗 先不走这边啊 我们先来走这边 把这边都照亮一点 哎 这边有一个箱子 还有个锻造台 把这个锻造台拿走啊 这边应该不会有僵尸吧 有点晃啊兄弟们 看一下这个箱子里边有什么 哦 铁桶 还不错啊 把这个石箱子也带回去啊 这里边站着一个村民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陷阱的 只有一个酿造台 那把这个酿造台就带回去吧 这边还没有进来过啊 看一下 这边有铁门 哦 这边 砂轮 哎 这个东西可以带一下 还有箱子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一把铁锄 哎 好 那这把青铜锄 嗯 好 把这个石箱子也带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铁门 铁门我们其实也需要一个啊 因为我们家里边现在没有门 做铁门我们做不起啊 这边还可以走 哇 这边又是一个半仙沟 这边还可以下去啊 我们就先不下去了吧 我们先把第一层全部都探索完 算了 兄弟们 既然已经来了 我们就下去看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这边 哎 石屋木兄弟们 哇 发财了 哎 我很好奇啊 兄弟们 他们没有能量塔 为什么可以在地下种植 哦 可以啊 我们家里边现在最缺的就是蔬菜 这边有很多蔬菜 还有水果 OKOK 全部都带回去 完成了一个任务啊 驯化野生动物 难道说我们有了这些蔬菜之后 咱们就可以倦养一些动物了吗 哇 兄弟们 日子好起来了啊 不过先不急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葱庄探索完毕啊 我觉得这个葱庄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财富 哎呦 不过我们现在背包已经满了啊 不知道该丢些什么东西 要不然我们先存一拨东西吧 什么东西都有用 我们先去存一下东西吧 这个葱庄里边还有两个桃罐啊 没有用 哦 哦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啊 这边应该是养些动物的 但是动物已经没了 这个床也可以带一下啊 我们家里边现在还没有床 应该是动物在下边太冷了 而且吃不上食物 所以动物死亡了 或者是村民把它们都吃掉了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正常的种植农作物啊 我们可以自己养动物 很好很好 兄弟们 这边有桃罐啊 兄弟们 我们先把这些用不着的东西放到桃罐里边 好的兄弟们 我们继续来探索啊 这边有一个铁傀儡 但是这个铁傀儡没有成型啊 那这个铁块就是我的了 哎 好兄弟们 刚好我们现在没有铁了啊 这个铁块是一波补充 不过这个铁块好像是不能直接分解的 需要用这个切割机来切割为铁定啊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先不管了 我们继续探索 每个村民的房间呢 都有很多的石箱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石箱子带回去啊 我们家里边的储物空间还是比较少 这个村民 哎 这个村民没有 然后来这边看一下啊 很多房间都有石箱子 这边 哎 这边也没有 被我挖掉了吗 哎 哦 这边 哦 压缩饼干 哦 有些食物啊 可以 蔬菜包 还有央缩饼干 应该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同的 蛋白质 这边还有书架啊 我们把这个书架也带一些吧 之后的话我们可能用到附魔台 我发现这边的每一个箱子里边 都有一些这个食物啊 我们全部都带一下 那下边我们收集食物的过程 就给大家稍微的跳过一下吧 哦 最后一个箱子有些不同啊 它除了有蔬菜包之外 它还有精力 还有一个烧焦的电路板 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是可以制作一些东西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 先带上 我们现在背包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啊 我们这边又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地牢的地形 我们进去探索一下啊 这边探索完之后咱们就走 把这边有些营火啊 哎 有怪 等会等会 有一个小白啊 先把这个小白解决一下 哎 它是一个骷髅头 这边有木箱子啊 哇 说的吧 木箱子更好呀 因为这个木箱子的储物容量 要比这个食箱子高了很多很多 这个木箱子我们可以带一些啊 之后我们可以把家里边多放些木箱子 这个食箱的储物容量真的是太小了 来丢一下东西啊 这边还有 哇 铁剑 还有盾牌 啊 好东西 好东西 这个铁马铠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了啊 这个东西我们家里边是有一个的 把这个箱子直接插掉吧 这边还有 哦 钻石马铠 这个需要带一下啊 这个箱子里边还有一个电路板 还有损坏的电路板 都是一些科技类的东西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之后都用处很大啊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带一下 把这些箱子插掉之后咱们就回家 因为背包真的是太满了 装不下了 这个箱子里边还有一个金苹果 哇 太富有了 这个村庄 火把也只剩下一根了啊 兄弟们 我们回家吧 哎 这边还有个箱子啊 哦 金钉 还有这个黑钥匙 可以可以兄弟们 我们把这些带走 咱们就回家 回来了 兄弟们 收获满满呀 我们先把这个木桶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整理一下物资 那么我们下边整理物资的过程 就给大家跳过了 哎 对了兄弟们 还有这个铁门啊 我们家终于有门了 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个青筒门 但是我一直舍不到 现在直接获得了一个铁门 兄弟们 这就是命运呀 回去做些按钮啊 有按钮它才可以打开 来 外边放一个按钮 回家 在家里边也放一个按钮 我们现在这个家 才有了家的味道 好的兄弟们 我们再来做一把稿子 再来做些火把 我们还要继续探索啊 因为这个村庄还有一层 一共是两层 我们第一层已经探索完了 还差最后一层 那下边我们探索村庄的过程 既可能给大家跳过吧 要不然一直翻箱子 大家也不愿意看啊 但是这个火把的数量 还是不够 不过也没有关系啊 村庄里边的火把多的是 回来老兄弟们 我们这一次收获特别的啊 最重要的是 获得了大量的食物 还有很多的这些电路板 还有一些科技类的东西啊 我们把它放在箱子里边 我们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之后 我们下一期 最重要的目标呢 是试一下看看 能不能驯服一些动物 比如说有些大象 还有一些长颈鹿 还有一些剑齿虎 这类远古生物 看一下能不能驯服啊 那好兄弟们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大家拜拜